我這麼小的時候也可以寫 好,你這個小 我們寫字大部分都是那個小 重一點,要寫小,不要寫太大 因為筆劃少就寫重一點 好,摘 摘大對不對?這樣對不對? 然後如果要多一個這樣,這樣 拉下來 要摘,好不好 好,這樣可以不用寫那麼多 寫一話就可以了 小摘,優長 因為你寫的都一樣大 你現在寫法幾乎都是一樣大的 每個就擠到中間來,小的 好不好 好,長 老師說要有留法 好,有沒有 這樣長 有沒有,明 朱 朱,你寫起來沒有看清楚 這樣往上突出一點點 這樣寫 好不好 這是行書的寫法 如果你要寫草書 有沒有 或者是這樣 這裡是豬 三個都是豬 好,西 這個寫窄,這個寬 為什麼寬? 因為他本來字就很寬啊 那你不得不這樣寫啊 好,這樣對不對? 從這裡拉 從這裡過來 好嗎? 豬 王羲之的詞啊 王羲之的詩啊 王羲之的詩啊 詩啊 這個叫做做 這個叫做畫 可是都已經是草書看得出來嗎? 都一畫 多一個 大家掃一横啊 大家掃一横 有沒有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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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來 往進去 這是畫 這是做 就是 差一點 這個叫做記 好像 有時候 草書有時候 差別也很微小 我們講的 這個是微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滑 其實是一樣 很快 如果我一定 所以看草書 的時候